《封面》 《封面》 有谁要一只蝴蝗 画蝴蝗先得画它的身体 然后再画它的翅膀 对 再画蝴蝗的鸟光 再画后面的尾巴 尾巴上面羽毛 然后凤凰就快做完了 咱们的凤凰好了 谢谢阿姨 我叫萧敏 学习唐画已经六年了 刚入行时 第一个学的是十二生肖 因为这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图案 唐画和笔画是不一样的 笔画它可以琴顿 唐画一琴顿 画就断掉了 所以你得非常了解那个唐的特质 掌握这个唐勺 控制唐的那个流速 萧敏一家子都是唐画手艺人 他的记忆都是父亲龙泽红手把手教会的 龙泽红是唐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一直致力于推广唐画这门手艺 接触唐画三十多年 龙泽红一共带出了一百四十多个徒弟 唐画它是起源于唐的 相传是自传大师任陈子昂 给当代太子制作的一种小鳞石 它是先将糖融化 再在光潟大理石板上 将糖捣成成小糖饼 小动物花灰之类的 带了个糖淋浮之后 再沾上轴前拿在手上 一边食用一边把玩 新中国成绩之后 国家又把糖花 例如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行列才慢慢开始兴起 才开始盛行起来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龙泽宏用它来考核徒弟的记忆 这个龙在整个糖花当中 确实是一个颇大的东西 大的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完全可以出事了 2017年8月18日 龙泽宏创作了一幅 《龙凤城祥》 为诸州方特庆生 这幅长达8.18米的巨幅糖画作品 惊艳全球 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 龙凤城祥糖花 为世界最大的平面糖花 糖花在过去 它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灵醉 但是现在更多的是 把它当作一种艺术的欣赏 很多人认为它只是说 上了年纪的人做一个科学 但是我不一定要认为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纪人 对它产生兴趣 做到后继友人 一代一代的把它产生下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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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